高达三百斤就好比一辆排量为1.4升的小汽车 车重达到了多少呢 却达到了正常汽车的三倍 假设正常是1.5吨 三倍那就是四吨半 您说这车肯定很快就得报废了吧 是不是 小胖虚周磊也面临这么一个问题 再不采取措施命就可能没了 陈医生把小胖虚周磊接到了广州 开始为他进行更为细致的检查 因为太胖孩子自己几乎没法走路 医院特意给他做了一辆专车 而且有护士亲自接送 所以那个车我们在医院也说 那是周磊的宝马车 就整天推着周磊去做检查 然后做治疗 其实陈医生也合计过 小胖这么超乎寻常的胖 这么超乎寻常的能吃 多半是身体存在特殊问题 于是详细检查了小胖的身体 那结果呢 后面我们就很惊奇地发现 这个因为一开始检查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其他检查都没有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会导致他这么胖啊 别的问题是办法查不出来 那就想办法控制体重吧 最起码不能再涨了 先从规范小胖饮食开始 反正一口气吃98个蛋挞的事 绝对不能再发生了 那曾想 这不仅是小胖减肥的开始 也是医院一场噩梦的开始 你见过一个人能在六秒钟之内 一碗河粉六秒 我们不给他吃 他是硬抢的 您听见了吧 一碗河粉六秒钟啊 连强带水吞了 护士还抢不过来 一句话 小胖对食物啊 像招了魔似的狂热 只要有吃的出现在眼前 不吃到嘴里 绝不罢休 您不让吃 那我干脆就抢 人胖走去动作 还是比较笨重的是吧 一打开棍门 就听到啪哒一响 我们走过去看 他把东西已经抢到手上 我们再拿过来 是完全推不动 他一巴掌一挥 你整个人就厚倒了 根本挡不住 他轻轻的一挥 你整个人就倒了 这么说吧 小胖看着吃的 那简直是大汉冯干林 干柴欲裂火 哪怕是掉到地上了 人家也根本不在乎 必须吃了 一丁点都不带浪费的 饼干渣掉到地上 小胖都特别认真的捡起来吃 小胖都特别认真的捡起来吃 小胖都特别认真的捡起来吃